根据英国媒体Redis报道 有熟悉宝马集团内部策略的消息来源人士指出 目前集团高层有意为来将宝马所属的英国牛津生产线 用来打造mini电动车的生产基地 mini品牌目前所量产的新车有约70%均来自英国牛津 不过宝马集团在荷兰也是有另一处mini新车生产据点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英国脱欧后 牛津生产线能否继续作为mini新车出口据点的疑虑 而宝马集团针对mini品牌及所属英国地区生产线 也已经投入了快数十亿欧元的资金 根据消息人士指出 若mini长期下来将转型成为一纯电动车品牌 且牛津生产线只会生产内燃及引擎车款的话 该生产线将失求和品牌之间的管理 至于问及mini电动车是否会在英国投产 一名宝马官方发言人则表示 目前尚未做出认识的最终决定 宝马官方曾在2016年9月指出 集团对量产mini电动车的主要生产线有很多个选项 包括位于荷兰伯尔地区的VDL NETCAR 以及德国的雷根斯堡生产线 而前者目前更代工生产mini品牌的插电是油电车款 包括mini Cooper SE Countryman 负责掌管mini品牌的宝马董事会成员 于今年初日内瓦车展上曾经提出过 在大多数消费者都不知道车子是哪里制造的情况下 英国制造对mini来说也绝非必要 同时这位董事会员也表示 集团将在今年底确定mini电动车的生产纪力